美国国务卿希拉尼哈勒顿在星期二说 美国关注俄罗斯将向敘利亚输送武装直升机的事情 而同时联合国维和行动负责人拉德苏说 敘利亚目前已经陷入全面内战 希拉尼哈勒顿说 俄罗斯声称为敘利亚提供的军用品和敘利亚冲突无关的说法 显然并不真实 希拉尼哈勒顿又说 美国已经要求俄罗斯停止继续向敘利亚输送武器 拉德素声称为记者说 敘利亚反对派控制了几个地区 而敘利亚政府动用坦克、大炮和武装直升机 试图夺回这些地区的控制权 敘利亚的暴力活动大幅度增加 目前已经陷入全面内战 但联合国发言人内西尔基不愿意认同有关说法 后来对记者说 这种界定不应由联合国作出 不过内西尔基亦证实 敘利亚的暴力发生了变质并且越来越激烈 敘利亚人权组织说 在政府军星期二继续向反政府军具点进攻当中 最少有34人被杀 而同时 联合国观察员报告一群愤怒的暴民 阻止他们进入西部战火当中的市镇 艾尔哈菲 一个名为地区协调委员会的组织 对美国之音说 代尔祖已有14名平民丧生 霍姆斯有10人丧生 阿拉伯有8人死亡 当中包括政府军 联合国派出敘利亚的观察团说 看起来好像是阿尔哈菲斯当地居民的群众 包围了联合国观察员 向他们的车辆投摘石块和铁军 并在他们离去时向他们开枪 观察员并没有人受伤 美国曾经表示担心 敘利亚军队正在在这个城市 策划一次对平民的屠杀 地区协调委员会的发言人说 是阿尔哈菲的反政府武装人员 试图将被困的平民从边境偷渡到土耳其